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谁更厉害 首先阿浪认为 段思平是强于慕容龙城的 我们先来看看慕容龙城这个人 关于他 天龙八部原著中对他的武功描述还是比较清楚的 到了五代末年 慕容市中出了一位武学奇才慕容龙城 创出斗转星仪的高庙武功 当世无敌 名扬天下 基雍老爷子用了当世无敌四个字 很显然只能说明一个事实 那就是在慕容龙城巅峰时期 当时的江湖是没有人可以匹敌慕容龙城的 这是不是就意味着慕容龙城就一定强于段思平呢 慕容龙城生活的年代 天龙原著中有过描述 从中可以间接地推断出他活跃的大概年份 他不忘祖宗遗训 纠合好汉 意图复国 但天下分九闭合 赵匡印建立大宋 四海清廷 人心思智 慕容龙城武功虽强 终于无所建树 郁郁而中 慕容龙城生于五代末 真正练成武功 纵横江湖无敌 想要实现慕容家复兴大焉的梦想时 此时五代已经基本终结 赵匡印建立大宋是在公元960年 前期赵匡印忙于终结五代时诸国并立的局面 用了很长时间平定京南 武平 后蜀 南汉及南唐等割据政权 完成了部分北方地区和南方的的统一 随后又采用非九十兵权之法加强了中央集权 并采用多种方式巩固统治 慕容龙城打算复国时却发现四海清平 原心思智 那么说明这个时间段 起码也是北宋完成了 南方和部分北方地区的大统一之后 赵匡印是976年逝世 也就是说慕容龙城武功的巅峰期 应该是在公元970年左右 而段思平并不是金庸老爷子杜撰出来的人物 这是一个真实的 可查的历史人物 段家是一个传承了很多年的大家庭 一直居住在南兆地区 段思平公元893年出生 937年被大一名国主杨甘真迫害 无奈之下数起一旗 成功建立了大理国 到了944年 51岁的段思平就离世 从二人的生平就可以看出来 段思平死后26年 慕容龙城才真正走向巅峰 很有可能就是段思平晚年的时候 慕容龙城才出生 或者才开始修炼武功 二人一南一北 可能压根就没有交集 我们再看回顾一下 在基勇武侠里比武功 肯定是内功更为重要 谁的内功更深厚 谁的胜算就更大 内功相差太大 基本是一方秒杀或碾牙另一方 内功相差不多时 才需要讨论招式 若招式也是各善胜常 就看实战经验 实战经验都很牛呢 只能看主角光环了 在天龙八部里 慕容家的斗转星仪在江湖上 并不是特别想远不如大理断世的六脉神剑 只是这两样绝顶武功 很少现身江湖 因为都需要很高的内功门槛 关于斗转星仪 旁白中提过 由五代时的慕容龙城所创 传了几代传道慕容伯 慕容伯和慕容傅父子 曾经偷偷在餐盒装修炼 慕容傅已经得到真传 但是慕容傅内力不行 根本发挥不出斗转星仪的威力 对付一般的江湖小人物小门派 慕容傅还能用用 遇到高手就不行了 慕容傅曾经用斗转星仪 对付星宿老怪丁春秋 由于丁春秋内功强顾慕容傅 慕容傅差点因为 斗转星仪中了丁春秋的毒攻 斗转星仪要发挥威力 需要使用者内功跟对方相差不大 或高于对方 而慕容家除了斗转星仪 书中交代的武功也就一个参合纸 也是内功催动的执法 慕容傅不学自家武功 却去偷学少林武功 还想偷少林寺至高无上的内功心法 一金经 可见慕容家没什么上乘内功心法之类的传下来 在少林寺 慕容傅现身后 被悬辞方丈戳破身份 逃入少林寺 乔峰在身后追赶 离了好几丈乔峰向慕容傅拍出一掌 慕容傅回了一掌 全身一震 手臂发麻 可见他的内力似乎略训乔峰 在少林寺藏经阁 乔峰还曾对慕容傅拍出一掌 慕容傅伸手想裤开 但是肖峰内功太雄混 慕容傅抵挡不住 只能用斗转星移转移掉 并没有化解掉 乔峰这一掌都打在了书架上 又可见慕容傅内功 确然不如乔峰 此外 慕容傅曾偷袭少林寺悬碑大师 悬碑大师内功身后 又精通少林 七十二绝技之一的大为妥储 慕容傅用祖传功夫 对敌悬碑大师 大意之下 竟然落于下风 最后只能拼尽全力 用斗转星移 把悬碑大师的大为妥储 转到悬碑自己身上 可见慕容傅的内功 跟悬碑也只是伯仲之间 慕容傅后人慕容傅和慕容傅的内功 都算不上顶级 可见慕容傅 确实没有特别扭的内功传下来 那慕容傅成 当时能靠斗转星移纵横天下 只可能是他天生神异 六脉神剑的创始人段思平呢 他是有高深内功心法传下来的 那就是大理天龙寺的枯容蝉功 大理段是三样绝技 六脉神剑 一阳指 枯容蝉功 前两者都是需要内功催动的 特别是一阳指 普通内功就能催动 但是六脉神剑 却必须要高深内功 才可发出威力 大理一阳指在乔峰眼里 不算很厉害的武功 因为他曾经间断正纯和断老大使用过 然而 那是因为他们内功不行 一阳指 跟少林执法一样 需要内功催动 内功越强 威力越大 天龙寺五本 也只练到第四品 枯容蝉室说 就算练到死 也没人能练到一品 可见 段氏的普通内功 也是不太好 但是 段氏 天龙寺 却有一门高深内功 叫枯容蝉宫 天龙寺高僧枯容蝉师 正在修炼这门内功 枯容蝉师 已经将枯容蝉宫链到接近顶层 然而 武本雍六脉神剑 合力不是揪魔之对手 枯容自认为 也不是揪魔之对手 因而烧毁了六脉神剑剑谱 向六脉神剑 对内力的要求更高 枯容大师 将枯容蝉宫链到接近顶层 也只能使用两剑 可见 大理段氏的内功 应稍弱于小吴相公 段玉学了逍遥派北明神功 吸了很多内功 内功身厚无比 才能同时使用六剑 那么段家跟慕容家 谁的内力更强呢 依我看 还是慕容家强点 扫地僧说过 慕容伯和肖远山 去少林偷学武功时 都已经身具上成内功 所以慕容伯这几十年来的内功 是他们慕容家的 而且随着时间来看 越练越强 当年夜门关大战 慕容伯看到肖远山身手 吓得心胆剧烈 很明显 那时候慕容伯内功 还不如肖远山 可是三十年后 二人交手三次 不分胜负 慕容伯已经追上来了 肖远山说他手下荣情了 饶是如此 慕容伯也距肖远山不远了 而肖远山跟揪魔智对过一掌 两人旗鼓相当 可见慕容伯内功 与揪魔智也是伯仲之间 揪魔智内功 又胜过大理第一高手 枯容大师 则慕容伯内功 也胜过枯容大师 看起来 慕容家内功 要强于大理段氏 自然 当年的慕容伯成内功 恐怕要强过段思平 如果是普通对打 慕容伯成迎面大 段思平要稍续一筹 可问题是 慕容伯成的斗转星仪 更多是防守型武功 能转移对方内功招式掌力 未必能转移剑气 要转移剑气 必须得是少林派至高无上的内功一筋经 在藏经阁 乔峰跟慕容 互都用上师承内力队长 被扫地僧轻松用气墙 化解于无形 揪魔智用小无相弓 催动无相截止 连点三下 偷袭扫地僧 被扫地僧气墙 消弭于无形 可见少林内功 可以化解剑气 如果少林一筋经内功 念到顶级 像扫地僧一样 在周身形成气墙 则无论是六脉神剑剑气 还是各种掌法 指令 都对他无可奈何 可惜 慕容龙城 没有这么强的内功 慕容家面对段家的六脉神剑 光靠斗转星移 恐怕无法化解 即便段思平 内力稍差慕容龙城 恐怕即便段思平 只能同时 用六脉神剑里的两剑 慕容龙城 就阻挡不住了 如果是六剑呢 慕容龙城 拿什么阻挡 因此最终来看 段思平比慕容龙城厉害 这也能从侧面看出 五代十国这个乱世豪强并起 段思平建立了大理国 慕容龙城却蹉跎一生 没能复兴所谓的大焉 那么本期就到这里 不知道大家对以上内容是否喜欢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按赞 订阅 订阅 订阅